各位朋友午安啦 我补充一下 刚刚志郎讲那个华南路的 那个问题很重要 在环平 他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就是球员兼裁探 那个案子的开发单位 是台中市政府 那环平是台中市环保局 省的 所以那个几乎是无解 大概要有足够的力量 然后去打那个行政诉讼 去 还有有一些改变 那事实上 这部分就让我们想到一个问题 就是中部地区目前的环境运动的力量 事实上是非常的薄弱 非常薄弱 那包括说 我们去年享受一个非常大的胜利 就是国防石化庭建 但是我们在云林 我们有不同的观察 各位觉得国防石化庭建 最大的工程应该是哪一个单位 没有错 那个杰医师讲对 真正是台术是六青 背后有非常多 台术在运作的这个痕迹 当然就是说 环保团体 我们非常努力 但是我们必须很谦卑的去承认 我们的力量还没有足够大到这样子 所以当初在三年前 台术发生一连串的公安事件 这时候我就大胆的预言 说六青大火烧死八青 那结果是没有错 就是这样 那这部分就是说 我们长期在观察 台术企业 他在处理媒体的关系的做法 以往就是 发生什么鸡毛算笔的小事 他都会想办法把它压下去 就是媒体的掌控 他做得非常的好 但是六青大火 那一次我们观察的不是这样子 他好像似乎是 有意的让那个反实化的情绪在扩张 在扩张 那 挑起这个反实化情绪 当然对他还是有影响 但是这个 这个坚敌一千自损八百 那最后还是这个 虽然付出了一些代价 那个代价就是他的六青五旗 后来就 撤掉了 没有提 但是他 真的就成功的把这个他的对手了 郭光石化把他干掉了 那包括说总统大选之前 台术他有一些一大堆的动作 包括 放风声说王文阳要搭档谁出来选总统 那后来关键时候一版这个台术的文化出来公开听嘛 这些动作事实上都导致后来这个国防石化停建 那国防石化停建之后啦 目前我们在云林在战化就打得很辛苦 因为六青他持续用 四点六四点四点七环差 环境差异分析的方式去扩厂 那这个扩厂事实上对我们整个中部地区 甚至整个中南部地区的 整个环境生态 都有非常大的影响 那今天我来这边当然一部分也是抱着这个 赎罪的心情 在座可能有些朋友 有抱这个暑假的这个云林替罪 在这边要 再跟 各位说一声抱歉 当初我们也是认为说 在 彰化云林 这个地区现在是全台湾最重要的 环保的战场 但是 环保团体关心环境的人的那个力量却非常的薄弱 当初我们 非常希望借助陈云峰老师的这个号召力 来号召这些关心 环境的朋友一起来关注这些 很非常紧急的这些议题 每场都是硬仗 每场都非常难打 特别像现在 每次六星的环境会议 几乎 每个礼拜都在开 但是去开会的 环保团体 几乎都只有 两三个 那甚至我们云林的都 没有出席都这个彰化的医界联盟 很热心 在帮我们 所以 真的要让我们去思考 怎么样去 借着 这些议题的连结 让我们中国地区的环境 运动 能够 壮大起来 所以我今天用这个 疫情下限的问题 来当这个主题 事实上它会牵涉到 非常广的 环境议题 那 这个问题 跟台中 事实上是没有 直接的关系 但是台中也有责任 就说 我们现在 整个都市发展的 区向在生态学来 角度来看 是一种 寄生的形态 就是它 不断从乡村地区 去剥削 支援 但是它没有回馈 它没有回馈 它产生的这些废弃物 原来应该是 生产者的 这些 营养源 但是我们用各种方法 把它浪费掉 所以各位有机会真的要到彰化 到云林去看看 那个环境残破的样子 那其中这个地层下限的问题就是一个很重 很严重的问题 那根捷来讲就是我们对于 水思源的 剥削 水思源的剥削 那 这个部分呢 在整个 目前中部地区来讲 都 有 有这样子的一个趋势 那这个地层下限跟整个 浊水溪冲击平原 有非常 密切的一些关系 那要从这个整个 浊水溪冲击平原的 地质 来讲 讲起 那这部分其实跟整个 中部地区 都有关系 在这边 没有事情 没问题 有很多事 有些人